在我们要看今天这个空间之前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小小的概念 在19世纪初的时候 其实它是流行所谓的Art Deco 也就是装饰艺术 那通常这样装饰艺术 如果放在比较小size的一些艺术品上 它的线条啦 它的颜色啦 它都可以很繁复很夸张 可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空间 其实它是一个摆平豪宅的空间 它同样要把Art Deco这样的概念给放大 只是放大到空间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一些繁复的线条啦 还有一些比较夸张的设计呢 尽量收敛一些 而且要让空间呈现一个完整的整体性 这样的空间是一个豪宅的空间 我们来看看它是什么样的感觉 位于新北市中和区 室内将近114平的宽阔豪宅空间 最擅长女性华丽风格的 黄亭之设计师这一次将打造 不识居家舒适度的Art Deco艺术空间喔 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空间 在我看过这么多个案当中 我很少会用这个八个字来形容它 我觉得它金碧辉煌 富丽堂皇 这是我很少看到这样子的空间 它带一点那一种大户人家的气质耶 对 主要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是希望以Art Deco的风格来做一个空间的呈现 那Art Deco的风格它在整个一个风格意向的表现上 在色系上是一个对比比较强烈 那造型跟线条会比较夸张 比较突出 那在当时19世纪的时候 它主要会表现在一些小的装饰性的艺术品上面 所以它是可以很抢眼 很夸张 极尽所能的夸张 对 很精致的一个这样子的装饰艺术 那我们今天是希望把这样子的风格意向 放大到我们这个整个室内居家空间里面来 那所以在这个放大之后呢 除了在这个颜色上 我们希望能够保留它的这个对比性的效果 那在线条上呢 也是希望在一些特殊的地方 重点的地方能够强调它这个夸张性 但是其他的空间呢 又不能显现得太繁复 不然这样可能就太多太过眼花凉乱 所以不能是每个地方都是重点 有个地方重有地方要轻 对 其实大平树的空间最难拿捏 就是说在每个造型的比例 跟尺度的一个尺寸的相关性 还有就是说在每个材质 它的一些层次度跟一个搭配性 会比较很难拿捏 那另外就是说在空间本身的架构上 因为尺度够大 所以在每个空间的区隔里面 我们都是用虚的一个框构 虚化的一个框构来界定 每个空间的一个机能 成为每个空间它既具有一个独立性 但是又有穿透性 那因为也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在有这样子的尺度跟深度 我们在观看我们设计的一些 细腻度跟细节来讲呢 才会有更丰富不同的变化跟感受 好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进入这个 以装饰艺术的概念 所呈现富丽堂皇的空间